請 請 好 來 來 你好 我想 什麼 不對 我想說的是 你拿的不是耳機 是電動刷頭 刷頭 刷頭 好到位 帥… 在小小的演藝圈裡 挖呀挖呀挖 做小小的壞事就一嘴即發 在大大的人設裡面 挖呀挖呀挖 有錯就承認沒事別亂開槍 好厲害喔 在對潘老師的廁所門口 敲呀敲呀敲 很可愛的保姆 插住愛的火 在潘老師的房間門口 敲呀敲呀敲 到保姆在房間裡面笑 對潘老師超大的兄弟 敲呀敲呀敲 那保姆的微笑 像小小的花 對潘老師小小的腦袋 敲呀敲呀敲 被經濟的戀情開大大的花 陳玉琳在地板上找啊找 說小小的營業 真的好難找 三星半夜跪在地上找啊找啊找 原來鴨鴨堵不讓套 回家來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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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豆干在配上包米花 大大的熱草 喝呀喝呀 大大的啤酒 配著豬肝花 小小的喉嚨 挖呀挖呀挖 就小小的豬肝透著包米花 大大的客廳 挖呀挖呀挖 吐了一滴 老婆祈禱你家 雞爬 來嗎 挖呀挖 挖呀挖 挖呀挖呀挖 挖呀挖呀挖 我要再搖搖搖搖搖 搖搖搖搖 搖搖搖 搖搖搖搖 搖搖搖搖 搖搖搖 天啊 表演這次太精采了嘛 真的 太厲害… 去哪裡… 去哪裡… 搖搖搖搖 搖搖搖 我跟妳講要來嘛 是不是 要來… 真的要來 妳剛剛整段的表演太精采了 等一下 他剛剛表演成那樣 他已經太累死了 他趴在地上挖 等一下 躺在地上挖 妳怎麼會在這裡 我來表演 剛剛妳有表演 我剛剛前面不是 前面在跳活舞 但是我們眼中只看得到妖嬌 求佛 怎麼可能這樣 妳這樣還看不到我嗎 看不到 看不到那麼久 媽… 媽… 那個媽… 媽… 媽前輩 怎樣 不是 這個要印 要印 對…我… 妳想要印 我想印一下 那妳放進去了嗎 還沒啊 還沒放進去怎麼印 Oh yeah that's good 對啊 我想說妳是不是教我 讓我先放進去 然後再來印 我剛剛有印了一下 妳有印了一下 妳不用擔心 妳放進去它就可以印了 那妳可不可以讓我放進去一下 你讓我印一下 我下班再教妳好不好 好… 就這麼簡單的事情嘛 因為我新來的 對 我訂了便當好像來了 是嗎 我下班再教妳 好… 謝謝… 誰沒說過 卡啦… 誰沒說過謊 我也說過謊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說過最大的謊話 是在17歲吧 17歲 17歲那時候剛好交了一個女朋友 那天早上去他們家找她 玩著玩著就餓了 玩著玩著 妳是在玩什麼 妳玩什麼 玩著玩著就餓了 妳是在生什麼 玩著玩著 生什麼 那時候還在發育 對 吃泡麵 結果她媽媽就很熱心 我就說她媽媽說要不要煮個什麼東西 我說不用不用我隨便吃 我也不挑食的 她媽媽說好 那冰箱還有點剩菜剩飯 我說這都拿來吧 她吃啊吃啊 也不打微波了 我記得那個時候 她媽媽問我說這個菜好不好吃 我說好吃 好吃 真好吃 我沒吃過這麼好吃的 這個醋溜的味道還真是下飯 一口氣磕了三碗 當然沒吃完那盤剩菜太大盤了 後來她爸回來了 帶她爸回來之後 我又跟帶她爸回來之前 我又跟我女朋友玩了一下 妳是在玩什麼 我不是在玩什麼 你們玩什麼 她是在打手 打手 她十七歲 哪有什麼東西可以打 十七歲 就玩影音機 我記得玩影音機 影來影機 影來影機 後來就到晚飯時間了 吃了晚飯之後 吃晚飯的時候 除了有新鮮的菜之後 她又把我下午吃剩的那盤剩菜 又拿出來 又端出來 她爸爸吃了一口說 我真的是很給我女朋友她媽媽面子 這是我講過最有善意的謊言 那是臭生的 明明是收掉的 結果你說很好吃 還割了三碗飯 最丟臉的事情 我記得是在十七歲 十七歲 一樣是我那個女朋友 那時候我還沒分手 然後我就去找她玩一下 玩一下 要玩之前 我突然想要大便 我一上 我說這次來了 這次這個感覺是相當好的感覺 可以創紀錄 因為我不會隨便 因為什麼事情把它夾斷 順暢 對 如果說是能夠不斷的話 我想看看 就跟你削蘋果皮一樣 看能不能多長 沒錯 這叫雙麒麟理論 對 我就上 我說這次很結實 很漂亮 大概水又喝得少 很硬 健康 要衝 那個潛艇 衝不下去 吃點了啦 我就等水滿 卡卡 滿了 可以了 旋轉 揮手 耶 下去了 不 別這樣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後面還有 有一點到不了啊 因為它那個馬桶是這樣子 那我要怎麼樣要弄斷 因為分兩節嘛 那我就看到有牙霜 那有誰的牙霜 不行啦 那不是 那誰的啦 那誰的 當然不可能嘛 後來我就還是一樣 不管它了 我想給它泡 泡久一點 它應該會軟化 我就出去了 沒想到外面一開門 丈母娘已經在外面等了 好了沒啊 可以了 她好了 那個是我做過 對丟臉的事情 長得好看 談戀愛是隨選 但長得還好就是沒得選 沒得選啊 來來來來 怎麼這樣子 沒有 其實我們 面前現實吧 對 我們當然是 這什麼現實 一千 一千 可以 加油 我們加油 我們陰性 我們陰性 大家都很健康啦 其實啊 我們當然自己很 知道自己的長相 怎麼會 好笑好笑 不是 那我們感情的這條路上 始終是坎坷 其實從以前到現在 談戀愛也大概也了不起 已經有二三十次 但是幾乎 百分之95以上 都是悲劇收場 那我們又自卑 其實我上節目很多次 都我個性比較自卑 怕人家瞧不起 那我們也只能用金錢 買禮物去取得 我的媽啊 用金錢 當然也不可能說 買多少貴的東西 你今天講這種 怕人家瞧不起這個話 我心裡面有感觸的 等一下 原來你看出來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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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們沒有瞧不起你 沒有啦 只有你 不要這樣啦 憲哥 他這一生的愛情 交過三十幾任女朋友 通通是用買的 哦 剛剛有講到 其實這樣講其實是 越賺情人 沒有豬啦 其實也算 手得細心 用錢去買感情 因為那個時候 沒有女孩子會喜歡 我們這種長相 因為帶出去也不體面 對啊 對 所以 就用買禮物 後來也造成了我的卡債 那個時候負債很多 然後被劈腿 其實我們也沒有講說 一定要被什麼劈 因為沒有男未婚女未嫁 交友是公開 是公平的 是啦 但是就常常會 就是遇到翻船 在吧台 在酒吧裡面上班 女朋友 Bartenter 最後好不容易追到了 花了好多錢 去追過來 花了好多錢 真的啦 我不騙各位 那個時候一個通告六千 我願意分一半給他 因為他也是服務生 天啊 他賺的就不多 好Man喔 然後買手機給他 給他買手錶 買衣服 隨便選 隨便逛 天啊 然後後來他居然 還被我的客人搶走了 就罪手了 很誇張 在那一任懷 老闆娘還不敢講 怕我崩潰 然後是我親眼在路上 看到他們手牽手 哇 那個沒辦法 所以我們後來已經麻痹了 被甩習慣了 甩習慣了 對 那女生我還跟他講 我說你怎麼跟他人不錯啊 沒事啊 他人真的對我很好啦 那如果我沒有這個男朋友的話 我 我會考慮的那條狗 喂 太難聽了 什麼話啊 真是 又是羊狗 本來我還學會去 去學街飛盤 還沒學會他就把我甩掉 不要放棄自己 現在會不會在浴室裡面大便啊 現在 我會要有報紙 休止先脫掉 休止先脫掉 嘿嘿嘿 喂 你怎麼也在急娃娃 人醜工作就靠努力 全美工作 完全不太力啊 真的嗎 來真的人醜 對工作會有影響嗎 不會啊 人家還得到金鐘獎 男配角 男配角 其實我一直認為 金鐘獎那個真的是運氣 運氣他有天時地利人和 這我們知道啊 但是我之前都是演 我是龍套之王嘛 都是跑龍套 然後有一次難得有一個 男配角 接著我們就去試 然後試了之後呢 很難得有個比龍套 還在好的角色 試了半天 就沒有一直沒有回應 沒有回應 那我們就是去打算說 譬如說我們剛好裡面 有事有認識 露露 那個 你們那個案子 到底現在怎麼樣 打探一下 他說抱歉馬哥 那個導演他覺得你不好看 哎呦 就這麼簡單 其實他們一直說 可能我們還有什麼更好的 還有別的角色 他最後就講說 馬哥 這就是導演可能那邊 認為你比較不好看 聊都聊得開心 但是最後他就是把你提掉 就是長相的問題 我們喜歡真小人 還不窮 可能不符合那個角色的事 我說真的嗎 他說就是不好看 人要掌握自己的優勢 對不對 人進生活就沒有煩惱 可是人醜 全身上來都是困擾 真的 我是一個會走心的人 朋友常常就在講話 無意中就說 他也是開玩笑說 你長那麼醜 你還想 我還想 有時候男生會想說 我喜歡誰 喜歡誰 他說你不要想了 你不要笑 還好 你笑你看你那口爛牙 滿低的 但是說真的 其實聽了聽久 也就習慣了 你就不會走心了 現在已經走到慰露 其實慢慢就習慣了 就是我就是醜 不管怎麼樣 但是慢慢就想辦法用才華 別的方式來 就是等幽默感 已經聽太多了 一定醜的 習慣就好啦 我現在只想 專心在工作 可以先不談感情嗎 來 好不好 可以先不談感情嗎 有沒有講過 有講過 這一句話真的有講過 有 你看剛剛你剛剛講這一句 其實我就是說 我現在想要工作 重心放在工作上 這個要看什麼工作 沒有 這個是男生告訴女生 對 通常是男生 對 女生就會這樣講 好發於男生 好 好發於家男 好 男生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男生有責任扛在身上 女人大不了 如果長大還算漂亮的話 大不了老娘 啪嚓我就嫁了 應該不是有責任扛肩上 應該是有別的女人扛肩上 不想跟妳承肩 女鬼啦 真的 丹妮表姐聽到這種 你怎麼說 對 男生這樣告訴你 對 我想就算你內心 當下覺得很 因為其實這根本不合邏輯 你看憲哥 憲哥事業從以前到現在 風風火火 是啊 是不是 還不是生幾個小孩 小孩這麼多 外面不都還沒有 他也從來沒有說過 我會說我以事業為重 然後我可能沒有辦法 跟你談感情 因為我沒有講 就這樣 這麼重 很直接 很直接 對不對 那我們就會退下了 對啊 會對你這樣講應該就是 就是準備要 就是想要 就不愛你嘛 對 但女生通常都會在 你應該習慣吧 繼續 有一次 人家表姐很夯耶 很夯耶 搶手耶 OK OK 但是你還會跟她繼續嗎 但女生都會繼續 但是千萬不能繼續 你就當下就認同她說 好沒關係 但是你專心去忙 如果你再繼續跟她這樣混下去 因為通常講這種話的時候 都已經撞破花瓶了啦 對 然後什麼 把布弄弄破了 對 差不多這樣 那女生都會繼續投入 所以你一定只能說 好 你專心去忙 那你從此以後 她的訊息 我跟妳講 連家族群組 或是什麼 籃困 加什麼購物的那種官方 全部地球人都回完了之後 才能回她 對 然後出去 也就是地球上所有人 都出去光了 真的 真的 就不要理她就對了 但是還是可以出去 就兩三次 欲勤顧重 那這個等於很明顯的拒絕了 可是也不一定 但你如果說 如果說今天我們是 我是真的想要給你好的生活 好的生活品質 那先賺錢 當然 那我就說 但你我們先緩一下 然後先讓我 不衝突 對 真的 你要先結婚 你太不了解女人了 對啊 她最沒有是不是 果然是這個理的理想 所以你們講好像要進出 今天 家平如草 很在乎自己 別人的感覺 真的 你不能只是考慮你自己 對不對 跟郵差一樣 門口一丟就走了 對啊 不能上 沒有啦 我們是掛號信 不會只丟孟哥 我們會等主人出來 先開個場再做 雙掛號 那如果今天這個人 他真的不想跟你在一起 他只想跟你 那他們就想 Oh yeah 那就把時間破 那就單純 那反而單純 真的嗎 這個東西就變成是 要看女生能不能接受 真的時常 其實也不能說什麼 不是 馬哥 馬哥我來玩 而且我要講一件事情 我不相信馬哥交往過20任 什麼 20任 Mita 一百塊你要瘋掉 馬哥 不要忍一下 我52歲怎麼了 20任怎麼了 澳陽酒店小姐不賺 這都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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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講 你五星 我來 還要活動 還要活動 你怎麼五星 怎麼這樣 王宇 我幫你證明 你為什麼要講這麼傷人 沒有 馬哥 他現在悔悠了 馬醫生 你之所以現在才會結婚 那也是因為你 好 他照的夜 好 好 不要這樣 20任怎麼了 我一月緩爆 好 沒有 沒有 我幫你證明 你看花嗎 沒有 公道話我一句 好不好 公道話一句 馬哥不是吹牛 他以前 幹過什麼 你知道嗎 幹過 幹過你 然後 馬拼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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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工作 他真正有交往兩個人在一起 有打破花瓶這些關係 大概就是兩 三任 是 然後其中17 八任 都是 你這樣講越慘 你越講越慘 他這個人很重感情 沒有比較 撿過的就剩一個人 就算了 就算交往 他這樣很重感情 大家都越想越加高 原來是個好男人 你也沒有幫到我 有啦 好男人 來 瑪莉歐 你不要以貌來娶人 他真的被包養過 真的要講最後不是 沒有 以包養 你都不講 等一下 其實包養並不是一個 不好的事 是嗎 沒有啦 不交往 交往 我曾經跟一個大我八歲的 八歲 那個時候我才二十出頭 因為才剛剛在美式餐廳上班 然後跟一個大八歲的 可是我覺得跟一個年長的女孩子 在一起 你受到的那種 她那個餐廳號叫Friday 是不是 隔壁 同一個老闆股東 Saturday 我們認真的把故事講完 抱歉 對 可是那種你會受到的那種 關懷跟照顧是真的不一樣的 因為他經歷過的東西 真的他懂的事情也多 然後他也會關心你 照顧你大小事情 所以 可是我本身 大小事情 這樣可以大小便 對啊 我又沒有濕境 就是我譬如說喝完酒 我去找他 他就會說 你今天喝怎麼喝那麼醉 他會給你泡個熱茶 或者幫你煮個麵 幫你 就是很舒服的感覺 可是我自己本身 我喜歡照顧人 所以當你們女孩子 跟一個年長的男生在一起之後 我們會想要照顧你 也比較不會說 因為我長你這麼多歲 我跟你爭 其實也沒有什麼好 真的 會處於一個 疼愛的角度來 對 所以我現在我老婆也是一樣 就是他在家裡也是被 也是很受寵 老妖 也跟他有 當然有很強烈的爭執過 但是最後你還是奧不過他 就是自己老婆 而且才是這麼小 我覺得跟年紀大的在一起 反而是我們去照顧年紀大的 那是他有病 你是 很大 那是他有病 你照顧我們什麼 我們都這樣都OK 你都把我們當秘書 馬哥 馬哥他們兩個都沒有反應 怎麼反應這麼大 不是 好像不喜歡人家講大 他的同樣像心虛了是不是 為什麼他反應那麼大 對 因為他心虛 而且音量好大 所以其實要證明事情 我的體力好 難道要全世界知道嗎 對不對 而且腿好跟能力好 也沒有絕對關係 沒有 我們在我們的情況下 我們能夠照顧你的時候 是當然照顧你 但是夫妻是相對的 等到我們需要你照顧的時候 你也來回饋一下來照顧我們 那不然遺產要留給誰 遺產是不是留給你 那既然留給你就照顧一下 為什麼要留給你 是 等一下他還要有遺產 講到好像遺產很多一樣 差不多什麼 好 慧欣 來 怎麼樣 你的看法 我覺得因為我自己 不要說 不要說 稍微冷靜 大家要來離婚了是不是 冷靜 不是 因為我覺得跟年紀大的男生 站在一起 像我老公好了 他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 除了工作 就是我都要幫他去安排好 要告訴他 你要 你要洗牙了 他不會忘對不對 容易忘 對 然後甚至 那你怎麼會找失智症的 像秘書 對啊 你找一個腦子 有問題的 你老婆自己本身有失智 對 所以你不要攻擊人家 老婆在這邊請冷靜 你不要這樣 人家老婆當老公的前媚祖 這很好 前媚祖 真的 甚至 甚至我去宜蘭 老公在台北 老公還會特地打電話給我說 我肚子餓了 幫我叫Uber 這樣子 就是他不能自己用 一定要我用 太依賴了 這是我們那個稍微年紀大的 男人的稍微一點點的智慧 其實我們都能做 但是 你們這樣準備 我要讓妳覺得 妳有用 存在的家屬 找男人最會藉口了 好多藉口 好男人最會找藉口 對 走藉口也是為了你們的面子 不是 你們會 因為我覺得 這個很好這樣子 老的男人很會包裝 就是因為年輕男生不懂包裝 這件事情明明就是他不會 老男人就會講說 你看我是因為我需要你需要我 油腔滑掉 對 油腔滑掉 不是嗎 這個叫油腔滑掉 只要婚姻能幸福 油腔滑掉也感覺 我自己設定 覺得五到八歲就是剛剛好的 我覺得 因為再多 通常就當然有好日子 人家會覺得說 他會吃比較懂比較多 可以教你 可是你們老了之後 真的會很辛苦 你說我們年紀大 然後將來說什麼 一定要照顧我們 其實這個話不能這樣講 為什麼 因為棺材是裝死人 不是裝老人 有的時候要看什麼突發狀況 你十幾歲認為說 跟大十幾歲 你會覺得說好像在說教 那是因為你真的不懂 我們講的是對的 最怕的就是你們講這種 你真的不懂 我懂 為什麼不懂 現在是不是在錄影 我們沒辦法吵架 你現在覺得說 好像可以通融 那是因為你慢慢的懂事 你可以證明說 你講的是對的 懂一個人不能 好 算了 我以 真的 老婆換的 我換的 然後直接拒絕給我 這有點幼稚 他人家的力量 好 明白 他性責就讓開 我以 他年紀小 真的怕有差距的時候 吵到最後是這種態度 而且我們剛剛在跟你們這樣辯論 然後你們吵一吵 突然就這樣贏起來的時候 吵到你們就這樣走了 因為我高血壓那個要注意一下 你看 你看現在的光費是這麼不重禮 忤逆 我等一下都想跟你聊 沒有… 我承認不及 我覺得我後來決定 就是要找年輕一點的男生 是因為年紀越大 差距越大 當他越老的時候 真的就只剩耳朵硬 真的 真的 就是很難 沒有 還有幹 對 還有幹 其他都是軟 因為很難可以聊在一起 就是我覺得老男人通常 都會有一種 我是為你好 然後我懂得比較多 愛說教 對 他的出發點 就算像馬哥那個又欣哥 會願意跟對方溝通 可是通常都會有一種 高高在上的感覺 很容易變成情了 在家我都是跪了 不是… 我們當然是 我們不是 憲哥 我們不是說高高 我們不是 我們只是希望 你們不要犯了那些 我們之前犯的錯 你看 你看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的感覺 但是如果說你要我躺著講 那就是交代遺囑了 不要 語重心長 不要乖乖的 語重心長 不要犯那個錯誤 他是交代 加油 交代啦 在交代 讓你好 不要你犯他犯過的錯 就是我們有過那些不好的 因為夫妻是一體的 不是說你是我爸爸 你不是我的兄長 要兩個比較平衡 就是互相平衡 也未必說是一體 有時候也只是進去一下下 我想問你 就是我老婆 本來都是 你不是說 你們 你們都是講別人 我只講我自己內人 我好感 婚紗照 人家贊助20組 你為什麼要多選40組 選60組要幹什麼 而且從結婚到現在5年 你連看都沒有看過 浪費 浪費 你就是浪費 浪費 太吵架了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你老婆 找不到任何一張你好看的樣子 不是 你看你這一張也很牽強 你還沒有修 你怎麼修啊 血壓高 修圖還修得這樣子 修圖還修得這樣子 我們修圖用軟體 你知道這個修圖是用剪刀 你這樣不要 我不要吵這個好不好 冷靜 你怎麼敢講 不是 你這一張很像誰 吳岳天的鼓手 我跟她是同學 同學 冠右 沒有 因為那個時候拍 那個時候贊助的只有20組 可是如果說真的 你如果說只選20組 其實是人家會 他本來選了80幾張 那80剪掉20就是60 60是你要給錢的 那我以前有幹過婚紗業 其實真正的利潤 就是在你家挑的那些東西 對 我的大概只有佔五分之一 因為我 那就選他了 然後旁邊的婚紗的顧問 就開始講說 我跟妳講 妳這選兩張 妳這張不選很可惜 我說為什麼一定要選三張 我可以幫妳做融合 化業 對啊 弄到最後 其實我們連看都沒有看過 因為說真的 那個檔案也太大 然後我們結婚就是弄好 他說我們都弄好了 我說好 那麻煩你寄到高雄婚宴會場 他就幫我們擺 擺完我們婚宴完 我麻煩你寄到台北的婚宴會場 台北婚宴會場擺完 麻煩你寄到他高雄的老家 所以我們 也不敢看 不是 什麼叫什麼 也不敢看 就是基本上 碰都沒有 後來我就跟他講 那個要留住 那以後在法院是證據 沒辦法 會 我那個時候其實在現場挑 花時間 因為你捨不得 拍了一整天都要中暑了 他都想要拍到想吐了 我想說 這麼快就害喜 他說不是 我再要 曬到 對 但是說真的 他捨不得 就是你說全部都只選20 都捨不得 然後我就說老婆第一次 對啊 從80選到60 其實要 但是你說真的 其實沒有那個意義 最後他連看都沒看 多花了那些錢 沒事 他就覺得說 客氣 不要老是那麼計較 也不要計較 給人家都花了錢 女生一輩子一次 對啊 他這樣拍下來這一些 給人家賺 以後搞不好 將來還可以再用 對 不是啦 不是啦 先暖身就對了 這很重要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有些東西你要聽我 因為他那時候在當下 你是講不進去的 他不昏 只能見一下 旁邊又有人在翻封點火 這個要選 可惜了 你這一組 天啊 你現在 好像 因為以前 我不會是阿夜 因為以前我就是很多 不是 就是 你看你剛剛那個嘴臉 就是這個嘴臉 你們如果說真的 你們只挑32也可以 因為12的話 那我最低 我只能給你一張1200 我現在滿相信英國 一張1200 那你選 如果說真的 你給我們一個方便 我也給你最大的方便 給你最大的誠意 我們選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選50 我幫你做兩本一體成型 而且還送你 一張800就好 還送你杯子什麼的 我在送你電子檔 30個電子檔 一句話 你不在轉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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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記什麼 不給你算 我們還錯啦 對 加 來 我的比較簡單 沒有那麼複雜 因為其實 你在廟裡啦 你在廟裡啦 不是啦 就是 就是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跟他的爸爸 其實基本上 他們不會正面交鋒 他們一定是 透過我們來表達自己的意思 那我爸是軍人 他比較喜歡簡單 我爸認為說 就一切就是簡單 不要有那麼複雜 可是他是南部 覺得箱子口嗎 對 就是南部啦 他就希望能夠 不是 就南部 他希望能夠 依照鼓勵 六大禮 什麼的 六大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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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爸說 有需要這樣嗎 大家他們的小兩口 開心就好 那我們都會把我們上面的話 我爸爸說 他覺得簡單就好 他又回來 我爸爸說 六大禮 然後 那就很麻煩 後來我爸就說 後來就有點麻煩 又很麻煩 後來我爸說 沒關係 你們盡量去處理 我們一切配合 唉唷 他爸爸 就是 你們要買什麼 沒有 你爸是軍人 我爸軍人 然後那個槍也很舊了 不是啦 就說 沒有 就說 我爸的意思是說 你們去 你們跑 你們跑 你們忙 如果說要花什麼錢 我們就出錢 結果後來也是很簡單 也是帶有象徵性的六大禮 六大禮 最麻煩是還要挖一顆 對 生芋頭 可是 可是 憲哥 我就不曉得 這個是哪裡來的 那個芋頭 不是說去菜場買一顆芋頭 你要有根 有土 要挖起來的 有葉子 對 才能代表 然後我們 我們南方 心旺 對 生芋 應該是生芋 我們南方還要把 芋頭回家種 然後他過離自己 他會問說 那個蜜蜜蜜蜜怎麼樣 蜜蜜蜜 他傳給他 因為月茂盛代表 子孫月 怎麼會多 只是算滿他 對 那除了這個 另外就是 摩擦最大就是 我覺得錢要花在刀口上 因為我不是這麼有錢的人 我自己當主持人 對 你也要剩 你也要剩 剩成這樣 憲哥 你還自己當伴郎對不對 自己當花蟲對不對 神經病 憲哥台北場就說 爛死了 哪有信仰自己當主持人 爛透了 外國我們拿來我主持 拍到厲害 用這一招來逼 你上當了 憲哥看不下去就會 早上逃貨一下 對啦 現場熱場一下 他就是我就是 因為就是最主要是 花在錢上面的 我可能比較神 所以通通都沒有什麼 我本來還想跟他講說 老婆 那個戒指 照理想是要包 照理想是要包一個小紅包給我 對啊 寄到現罩 寄到現罩 要 這需要 對 我覺得這個可以後補 這個可以後補 對啊 我本來跟他講說 鑽戒 我一定是買鑽戒給你 去御坊那邊買的比較便宜 是 我說其實我也沒有習慣戴戒指 我說我就隨便 路邊攤買一個象徵性的 他又不爽了 後來花了錢 結果買到最後 現在有沒有帶 也沒有帶 所以他跟我講說 其實我應該聽你的 這只是個意識象徵 對啊 所以我們最常發生的 陣子在錢上面 我覺得錢要花在刀口上 對 其實我們這種咖 發喜帖就難過了 怎麼說 不是 因為我們 有時候發給人家 人家會 因為我可能想太多 人家會想說 我跟你什麼交情 你要炸我 就我不敢發 不敢發 至於事後有很多時候 彩娃姐她說 你怎麼沒有發給我們 對啊 對 然後到時候還有 譬如說陳誠哥 鄭國城 陳誠哥她說 你不是兄弟 我跟你又不是不認識 我買一塊拍戲的 你沒有發給我 那這個就是很 很尷尬 到底我們的交情 有沒有好到 要發喜帖給你 而你願不願意來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通常就是 我發給就是 通常就是我們 憲哥 我們憲憲家族這邊的 然後還有我們拍戲 比較朝夕相處的 那我們都會先問說 你會來嗎 如果你願意來 我再發 我在發鐵媒 你沒有回應我就知道 我當時就做了一個公告 我直接在我的自媒體上 我要結婚了 我要結婚了 但是因為很多朋友 各個年代不同的朋友 如果你們有想來 你們私訊給我 因為我真的想要 我真的想要邀請你們來 可是我太多的人 我沒有辦法安排 那你沒有看到就算了 那你如果看到的話 你跟我講 馬上吸鐵就過去了 這個才是對的 對 忠告給大家 我們都有用這個方法 你要不要從前一次用這個方法 還在安排 新的 但是最讓我感動的 其實是憲哥 來 憲哥我今天借的節目 我要可以幫我拿一個空虹帽 我要講個真心話 不要生氣 其實當初我結婚 我沒有安排 憲哥你不要生氣 大力不到 沒有 我覺得憲哥 還敢做個獎 我覺得他不可能 先不要 因為我覺得憲哥不可能來 因為以我的身分 憲哥不會來參加這種婚禮 怎麼那麼客氣 結果你記不記得 你進來的時候我快哭了 我說你怎麼會來 對 你想讓我會包大紅包嗎 沒有 當然那是大紅包 可是更開心是你還上台了 上台了 而且還唱了歌 想說來的 對不對 這個是我最謝謝你 所以我當天說 憲哥你來 我好高興 我覺得你不可能來 你後來的表現 讓我心安心了很多 你知道為什麼 憲憲家族到現在 還沒有一個在我公司 然後沒有紅的 你是唯一的沒有紅的 沒有紅的 沒有紅的 公司 公司 你以為你是在公司 知道後來 知道後來嗎 知道 後來 他又完會了 他完會 大戲晚成 大戲晚成 沒有 大戲晚成 他前面那麼感動 他感謝你 對 你怎麼講 真的 對啦 真的 沒有啦 哪有那麼不好 我的現場是很熱鬧 因為憲哥來之道 熱鬧 憲哥說 他說恩欣 你們的婚禮是我參加過 最好 最鬧的 因為全部的人都在上面 NO哥 都在亂玩 都在亂講 但是最可怕的是順哥 對 因為我跟順哥合作 短劇節目嘛 風神霧霜 那他說他也喜歡看A片 我說 那我朋友是在賣A片的 那給我一個單位 就是500片 一個箱子嘛 100 200 300 400 500 一箱就是500 行李箱 然後他就說 哇 這麼多 我說你要的話 我給你 然後順哥說 不不不 那你如果有多 我就給他 無限制的給 然後我們結婚那天 他把他全部帶來了 他帶來一個行李箱來 他真的把他帶來 他每一個人都發 他每一個人都發 他把他寫了 那一片帶到現場 他說今天很開心 今天來參加馬力歐的婚禮 然後每個人都有伴手禮 可以選 二片三片都可以 對 陀忠送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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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台上 我在台上 你忘了 佛哥在台上 沒有啦 但是每天你沒有全部送完啦 沒有 因為最自銷的就白雲哥 那一集 另外一個就是康哥 小康哥 我學長陀忠康 沒想到他第一個來 我就說學長 這邊我看一下 這邊是 你坐那個酒桌 酒桌這邊再跟 然後他這樣 不要廢話 我說藝人就 一 二 三 四 好 交給我 你去忙你的 我會安排 唉唷 因為 因為憲哥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因為有些人有美嘎 對 誰知道 誰不能坐 他很了解 那因為我不知道 因為憲哥有時候他說 瑪莉歐 你是一個圈內的圈外人 所以我不懂這些 然後他就說 你不用管 我會處理 所以有些桌子可能坐12個 有些可能坐7個 然後 會找藝人拍照的 因為我老婆那邊找藝人拍照 白家綺 民視第一女神 白家綺來 排隊喔 排隊 排隊照 然後有一個更好笑的 拍完他拍完 喔 原來他叫白家綺 讀出來 如果我忘不了前男友 要回到他身邊 你要怎麼辦呢 各位男士們 其實我講 我現在是講的是真心話 我也不會求什麼效果 我會說好 你做好 我曾經說過 我是一個 確定好吃嗎 我不會死殘爛打 你既然會講這個話 代表你心裡面已經 重心連想都不能想 對 那我覺得 你如果是去習慣想別人 那個我們也會 偶爾想想 這個要是來一下都好 但是我們不敢 可是當你會有這樣嗎 因為我 講 這一題是我 這一題是 我有 OK 其實我有親身的體驗 什麼 我所有的戀愛裡面 我95%都是被甩的 對 那我會跟他講說 你如果要走 那我就祝福你 我馬上就穿一服走人 你也會說 你唱人要會被捲 其實滿甩的 我非常愛你 我非常愛你 但是你已經不愛我了 講再多都沒有用 沒有 你不瞭解 女人喜歡你爭奪的感覺 對 因為你如果破壞屁股走人 鑰匙拿著走 就真的走了 我們就直男 我們就不想要被捲 因為你也不行嗎 因為我還會後面 我還沒講 我會講 我說沒關係 如果 如果你真的這麼喜歡他 那你就去 那我祝福你 但是你要想清楚 如果還要再回來 就不可能再回來 這樣 可憐 可憐 你也太誇張了 你這樣想怎麼走 想怎麼走 對啊 爛奪 你要走 那就走 我也不會 因為難得沒有意義 那我們就走 我曾經 我曾經還有一個更誇張 怎麼樣 他 他跟我在一起 然後他跟他前男友 藕斷失聯 然後他又 他說 那他就跟我這邊 玩完了之後 他說 我要去找男朋友了 我說好 我還送他上車 然後走 當然不是他的 就是他自己開車 走 然後他又傳情依空講說 雖然我的身體是他的 但是我的靈魂在你這邊 我得 我講這句話就是我不會難 我就說你要去就走 這樣女生是不OK 因為難也難不住了 因為有時候 有可能我不喜歡那個男的 他只是在追我 然後我跟你在一起又久了 你就開始可能當作氣 就是氣之可惜 然後沒有什麼表示 把我們當雞樂 所以我們就會希望你 出來爭取一下 可是如果你連真都不真 你們要擊他就對了 對 我們是要擊你 就是你們連真長 你們根本不愛我 我們又不是獵犬 我們擊什麼 拿個甲骨在那邊追追追 對啊 神經 我頂多戲是騎娃娃 我手手手手手手手 無聊 騎娃大便 不是這樣啦 不過好 那如果瑪莉歐騎機車 那個男的開藍寶 之後你來了 我不能擊一下嗎 我 你要怎麼擊 挑戰我的自尊 那就更不OK 你看人家都開藍寶精靈 那我就停車 下車去 真的 我就會說 你如果要喜歡 我會直接認輸 我如果愛的是你 我希望你說 沒關係 寶貝 你現在陪我坐機車 以後我會送一台給你 我就會跟著 這個可以嗎 這個如果愛沒收到 你還是跟著你 這個是做不到的嘛 女生如果真的愛我們 就不會用這種方式 來挑戰我們的自尊心 你為什麼不看好 你會買得起來保機體 但是你讓我還來不及買的時候 你就這樣騎我啊 不是 這不是 買的 沒有 沒有 因為 姐姐 因為這邊我們也沒辦法幫你講話 你接受評論 你的家人是不是不喜歡我 對啊 喂 我如果真的要講一句 我就說 你一定是不喜歡我的家人 你才會這樣子想 哪有啊 因為不喜歡人的那個磁場 那個是可以感覺得出來的 互相 對 你一定是對他們有成見 不太喜歡他們 他們才會 你才會覺得 他們不喜歡 人是互相的 有可能 那我就想說 你放心 絕對沒有這回事 就是這樣 我永遠站在妳這邊 我目前的演戲 這句可以 因為老婆才是要陪自己 一輩子的 再怎麼樣要護老婆 對 這個是我的觀念 有這句話 這句話就這樣 滿滿的 我是站在老婆 我站在老婆這一邊 對 見人說人話 見老婆跟老婆說話 對 對 Baby 你有多愛我 你愛我哪一點 愛你離我遠一點 我這個是也真的 他有老婆也有問過 你朋友以前都有問過 他說 他問我說你有多愛 我說我非常愛你 我永遠都 比愛你 比你愛我還多 喔 我曾經有跟妳朋友講 我的愛可以給你一顆聖的 喔 我以後 我以後 你這麼實際的 我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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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就是 沒有 我不愛 就是很愛 因為我 我聽到會覺得他在揍我吧 我從以前到現在 其實我都非常 後面笑 我會講 後面去笑 他被笑 他被笑太陽 阿咪老師受不了 人家受不了 你怎麼可能我一勝給你 來 給你比一個挑戰 我的意思是說 我願意 如果說你眼角膜 我也願意 把眼角膜去 但我們就沒有用你的眼角膜 我說我願意為了 我做這麼大的事情 但他有意義 但我覺得瑪莉歐這樣講法 如果是跟老夫老妻這樣講 老夫老妻 對 是甜蜜的說 你老了 我願意把我的眼睛借給你 幫你 帶你看世界 做你的眼 就可以 對 我覺得要再唱一首 你是我的眼 我覺得很 蛤 我以為感受 因為我的個性比較實際 就是說我說 我愛你比你愛 阿咪老師又笑了 我覺得你不要再講 但是我是說 我愛女孩子 總比你愛我還要多 真的 很深情 我們怕你未來講這個話 他只是口角春風 所以我們等一下 來 先把你腎留下 我們會把你屏起來 對 可以屏起來 可以屏起來 人家有動人 我們有動腎 國中生剛好是進入青春期的年紀 學校都會安排性教育的課程 是每個學生最期待的一堂課 以下是關於性的有趣之事 請問何者錯誤 錯誤 A 好 來 馬里歐 何者是錯的 何者是錯的 對 傷口 性愛後越快入睡的男人 身體越差 不是 你都是很快入睡 所以你身體是 因為我趕快睡 要除非下一次 你都免睡 他就說 我又來了 對 那男人的時候 人有可能會不會 因為他血液還沒有完全停止 你會不會是 還是對方的一半就睡著 太老了吧 選定了嗎 A 就是A 錯的 恭喜答對 A 你今天會這樣 是嗎 真的 法國心醫學的研究人說 男人的大腦皮層跟神經肌肉 在高潮處短暫 而且高度學短暫心理狀態 會隨著心滿感消散 而迅速減退 所以清熱後男人入睡越快 代表身體修復能力越 準 很準 我又睡翻了 超準 我睡翻 超準 現在才跟妳講 現在才跟妳講 真的 林悟昌 就是 直接睡著 大概是這個感覺 你都不是 所以不要演吧 她在馬上瘋 妳那個是馬上瘋 喂 妳那個是 我要叫救護車 然後英國監諜 會利用精液作為引擎墨水 這個太 好恐怖 但是因為味道 味道太濃了 所以失敗了 男人在死亡後仍會可能勃起 腳鎖是對小腦施壓 所以跟脊髓損傷有關係 檢查屍體有無死亡 勃起被法醫學當作是一種判斷 死亡前是否有授虐的方法 授虐 有勃起代表有授虐 就是妳被如果是 這樣子勒死的可能就是 就是會勃起 他會刺激到這個地方他就 他就會勃起 然後一掀開 他是被勒死的 鐵勝如山 這麼恐怖 手裡還握著胸肌 還一住起來 他被勒死了 他是被勒死了 手不要動 被自己勒死 男女在還沒正式成為情侶前 需要經歷一段 互相探索認識的時期 根據網路溫度計的統計 請問 以下何者是 女生反感的曖昧行為第一名 A 積極照三餐問候 B 自以為帥的摸頭殺 C 不顧對方意願接送 第一名 這個很難 請搶搭 好 來 所以女生反感的就是你 你不顧對方的意願接送 人家沒搶 然後你就在那裡等他 對 就是你還慷慨著曖昧 雙方都平時要有交友的空間 你一直要去接送代表你要監視我 我的時間被你說 我他都沒有跟你在一起 對不對 我也認為是真的 對 你說 雞雞照三餐問候 OK 你東西放門口 我就自己拿 只有摸頭殺有痛到身體 摸頭殺也很不舒服 如果 沒有 你摸可以不要壓 不要壓 我先壓頭殺 我愛你 我愛你 那個我要報警了 報警 答案是 C 不顧對方意願接送 答錯 好 正確答案是 摸頭嗎 摸頭殺 好 沒有 因為如果是帥的男生 摸頭會真的暈倒 對啊 可是如果是髒的男生 好 那現在就是 暧昧了 問題就出在 沒有反感 他摸的不是女生的頭 如果是自己的頭 那你自己摸 沒有 就是因為在曖昧的方中 我們連牽手都沒有 不能太多 不能太多 你觸碰到身體 自己接觸就 但是我也認為是 莫名其妙來接送 對 以前屈哥會這樣莫名其妙出現 不會 他都會自先跟我講好 會等我 我爸就會 我爸 你爸那爸不一樣 而且我爸是買那種野狼夜舞 然後直接在我爸下班的門口 這樣停在大門口這樣 這麼胖 這樣 他是摸頭殺 這個臉 這種這種摸頭殺 這以為日的摸頭殺 所以就說上課 阿豬就直接昏了 OK 許博士也是一個好人家 因為你 白白弄藏了一塊肉 講話這麼難聽 他講話很重 就是這個樣子 我跟妳講 這個我跟花花 我們比較不會再綁牆了 對 馬哥你自己 不是 我覺得就是你 你的個人習慣也很習慣 那種怪癖 人家不能睡你的床 那你總不能讓人家 好好的一個女生 跟你睡在荒郊野外 你自己掃一顆 你就不要浪費這麼好的東西 性好的關於屁事 你到底是不懂的 好 你這樣 你是認識 你有認識那個新徐的嗎 好 人家的女士誰都不知道 好 我是有跟他出去 我不要申請 這時候要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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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什麼事 這時候要拉 來我們節目 要拉 這五次 要拉 這要拉 藍球場跟藍球場有 你連許博士叫什麼名字 你都不知道 你來到誰不想 但是你還怕白博士 都是白癡 這話是 許博士超棒 他還叫他白博士 怎麼會讓他們出場的 你還叫我馬列仙 第一次錄影 我錄一整天了 我們來賓 馬列仙是誰 你有沒有跟我道歉 你又出來 你去裡面 保護當事人 別氣 有動念嗎 有啦 這一定有動的 來 讓我們總結一下 我要去 剛好遇到那個笑 憤怒100 這個遇到 這個根本不用測了 這一看就知道憤怒100 是真的憤怒 憲哥 這個就是 剛剛就是 他直接是真的抓狂 然後其實 像邵緯哥這一種人 其實也不是不好 這一種人就是 有話直說的 直來直往的 但是剛剛其實我有發現 怎麼講 嘿嘿嘿嘿 你不要出男人 我出風衣 這個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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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快跑 先下車 先下車 你拿這個感覺好像冠軍盃 剛剛著頭 慢性病 你幾歲 你慢性病 沒有 其實我慢性 就是很正 因為我們到一個年紀了 心血管這些都有問題 那講慢性 你才有問題 啊 沒事 沒事 我們以前年輕的時候 每通告都會問說 馬哥 你那個有沒有眼睛方面 或者是哪邊 我們都還可能我們有 可是到50歲之後 其實都有 發這種通告都不會再問了 先發再說 那我其實有一次 我覺得最尷尬的一次是 去 婦產科 你婦產科幹嘛 那個時候是因為我結婚 要跟他想要生 久久不孕 然後就是 不孕 沒辦法懷孕 那我們就去某某心 就去看婦產科 然後醫生就說 這個可能要吃排卵 我們其實已經吃五期了 如果這個第五期 你還沒有懷孕的話 那不行 那就要休息一陣 因為子宮壁的關係 然後醫生就說 可是我們依照這個 照的結果 你的卵巢跟子宮是健康的 那所以問你 問在你啊 那個時候已經出道了 你說還沒出道前 看病那無所謂 吊癌就吊癌 對啊 無所謂 可是他手還是往下垂的 對 可是 了無生氣 可是我們 我們這個又不是說 真的是不孕 那他就說 要不要做金蟲檢驗 他就說你回家娶 然後他說 你在幾個小時內 要送到這邊來 要先跟我們約時間 要夠先 我們會有 會有檢驗室來娶或回去檢驗 其實我覺得好尷尬 就是因為大家知道 其實他知道 你是瑪莉歐 瑪莉歐的太太 他們生不出小孩 那你說我取金 其實有點沒有面子 就是那個 要驗出來 不行 就是瑪莉歐 金蟲的問題 不行 因為蟲不夠多 零啦 其實就是 男人 就是不好意思 男人的尊嚴 那我就跟我老婆講說 不然你就再吃一個 一次一個 周期的排卵藥看看 不能再吃的 對 那我老婆說 我都已經吃五個回合了 要體諒一下 他說老公 你是因為你當過牌照嗎 你才會說他這一回合 一回合 他是專業的牌照 這一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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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過了 走過了 然後我回家 我老婆就說 他說那你就去驗 我說好 因為如果真的不行 那可能就是用金蟲篩檢 金蟲 是尊嚴的問題 然後就打 因為那個是一個至尊 心裡 我覺得我好 人好好的 怎麼可能會金蟲不足 是 我還是心裡 我那時候還心裡 在打的時候 我在擠 我還跟 還講 我要再擠 沒有 我在擠 他有個罐子 白色的罐子 真的是這樣 然後呢 然後我心裡想說 你們待會要加油喔 油快一點喔 拍照的時候聚集在一起 加油 加熱 看來不要亂游啊 就委託一下 拍照盡量活潑一點 動啊 不要弄 盡量游自游視比較快 那怎麼辦 最後我還是沒有去 沒有去了之後 還是沒有去 我還是 因為我覺得好 我覺得我真的 反正你走不出去 我壓根我就不想去 OK 反正自己也有開心到嘛 沒有去也算 然後他說 我們不像說秘密 譬如說有些 譬如說什麼 有機構專門在做人工的 對 那個都保密 除非你願意公開你的名字 沒有 醫療 醫療你們的病歷都是保密的 都是保密的 所以那次是我感到 最尷尬一次 就是你可能 既然 我醫生的問題 對 感覺自己好像能力不足 瑪莉歐來 你什麼病 其實我的醫生大聲嚷嚷 尿道嚴 其實我的叔叔 我的親叔叔 你還賴到他 沒有 他就是醫生 他在宜蘭 他是省立醫院的 他應該算是外科的醫生 OK 那我小時候的時候 我爸就說 你要不要給叔叔檢查一下 因為我爸一直慫恿我去 也是推薦我說去割包皮 那時候還小 大概是 應該是國小的時候 換短袖 對 換短袖 那我就說 那怎麼 我爸說 那你褲子都要你給叔叔檢查 因為我叔叔他就是醫生 他說 這個就是包精 包皮包住陰精 他說這個包精 這個小事情 大哥 他是外神 大哥 其實這個 也不是說一定要割 這個 我看一下 馬上撕裂傷 對 那是完全撕裂傷 那個比拉到包皮還要痛 真的假的 沒有 那個 他力量那麼大 還太久沒了 我說好痛 叔叔好痛 他說 來 等一下拿點酒 用點酒 再給他 吸著 那個是痛到絲心 那個開了以後 以後就開了 對 就OK了 所以那就是一種手術了嗎 這還找醫生 我們很小就自開了 沒有 這個你要割也可以 不割也可以 對 你只要自己透露出來 所以等於你第一次 給了我叔叔 你叔叔幫你 跑皮 跑皮 我這個 以前一個認識的公司 公司下班之後 我們全部人出去唱歌玩 那從其中我對 其中某個女孩子 心仪 好心仪 然後借著酒過三數 我就說 壯蛋 那我們就走吧 反正就OK 邀約 就走了 就離開了嘛 Happy 第二天上班 那通常還有別的經理 就一起帶他開心嘛 然後譬如說那個經理 Paul就過來 我說 馬哥 我說怎樣 你昨天你帶他 有沒有那個 我說沒有啦 我就帶他回家了 沒有 我大大也喝醉了 他說 好 那就好 我說怎樣 他說 沒有 小心一點 公司 我當時聽到 我心心量 我想 這時候講太晚了 你已睡他 為什麼不早一點睡 對 過了兩三天了 過了兩三天 仰起來了 沒有 對 可是不是癢 是 你小便的時候 是 濁痛 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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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手啊 你這不是梅毒 就是菜花 對 對 所以我去買那個藥膏 那個藥膏 一萬八千 沒有 後來我就 因為我真的不敢去看那個地方 然後 我忍到 第五天 痛到整個 搞完是痛的 坐椅子 不能這樣坐 完了 你完真的完了 那個細菌 已經循著尿道 進入到你的大腦 然後騎摩托車 你只要回到褲子 腰太腰 痛 等於你全公司得的 都同一個病是不是 不是 同公司都站著上班 在這兒 我不想要辦公 大家都有一個默契 沒事啊 運動 運動OK 憲哥 然後中午時間派一個去拿藥 統一發 對 然後大家都 吃同一種 我痛到 我痛到 什麼陰重 你其實很不舒服 因為一小便就痛 一開始是灼熱 尿道會燒癢 灼熱 到最後已經是痛 然後沒有什麼尿 也痛 然後他們那個人 那個人問我的那個人 就說 你這個狀況 他說 他說你去看 我說我不敢看 他說你要看 你這樣不行 他說你 天 和平 是不是和平東路那一家 是有置入啊 和平東路那一家 有毛病 有毛病 有置入 有置入 然後 然後 你們兩個要在那邊見面 不能再講店名了好不好 你三更換 反正就去 給錢來 我就說 我說你確定 他說這家很有名 他說你 我確定這家很有名 我爸爸也是在那邊看 我說好 我就去看 然後醫生就說 他當然會問說 最近有沒有 有沒有固定性辦理 其實那個驗尿非常壞 你驗了尿 他馬上就說發炎 他就是發炎 然後他說 我就說 我說我好痛好痛 我會不會得睪 我會不會得睪 他就說 會痛的都不是癌 這有道理 因為有發炎 你會痛就不是癌 他說 他就捏 我說你不要捏 因為很痛 他說你的副稿 他可能是園外啦 對 咬你慣了 後來打一針 應該是消炎 強力消炎打一針 然後藥 大概五天起 其實吃到第幾天 兩天其實小便就不痛了 對啊 殺菌而已 我就跟經理講 我跟人講 我說 公司 你說公司 有人中是 因為那個女的中 是說誰 是哪個中 他說 就是我 所以他也去 他也是 他就中了 然後他 所以他在電力問我說 馬哥 你昨天有沒有帶他 我說沒有 他說 那就好 我們公司已經有人為了幫忙 其實就是他 我最高紀錄在一個人 在租在雅房 就是跟房東一塊住 我住16年 可以跟房東一塊住 你跟房東 我跟房東 你用身體 你是漏腸 我跟房東 跟爺爺奶奶住 爺爺奶奶 好像跟他們的家人一樣 我搬家的時候他還哭 已經租到什麼狀況 就租到已經一開門進來 吃飯了 家人 就是他 因為他就跟我講說 我搬家的時候他就說 他說 我沒有想到你會搬走 我沒搬 然後他就說 我將來你要是怎麼樣結婚 讓我去吃你的喜酒 就是叫爺爺奶 而且剛好他跟我一樣 也是浙江人 好 一天一天 真的 一天一天 好 你租過那種兩坪的 我 兩坪是多大 我租房子應該 其實應該是34年 因為我是國光義校開始 那因為我是 台北都比較沒有什麼親戚 都是在宜蘭 然後我就是 而且那個房子是距離國光義校 我學校走路大概三分鐘 兩分半就可以到的 它那個是一個二樓的一個老公寓 上樓梯 就樓梯只有這麼窄 窄窄的旁邊這樣也到 然後旁邊還不是鐵籃 是水泥的那種樓梯 然後一上去 它的房子是長型的 然後裡面大概隔了大概八間 全部隔間是用石灰板那種 那一種 然後只有第一間 跟後面的一間 是最頂級的 有 中間的六間是沒有窗戶 天啊 好像牢房 沒辦法 對 它就是像牢房 我們牢房至少 你還看得到走廊有人走過 那個很小 還好 你不用介紹他們 我們不租啦 沒有要租 沒有 它不是房東 對啊 它只是介紹而已 它就是一個車風 它就是一個排風機 然後裡面就是一個小書桌 然後全部都是八間房 要 當兵一樣 長條型 一個長的 我們就很可憐 我們就是要等人家裡面 有空的我們才能去洗 可是你又不能一直在外面 在後面陰暗的地方一直等 那就是我們等一等 有人洗 然後我們就回到房間 那等到下次一出來 還是有人 又沒有要想接的 所以就很麻煩 問題是我還可以跟同學 在這不到兩瓶的地方 吃火鍋 好厲害喔 吃完火鍋 不回家 我睡單人床 沒有啦 同學 他還可以用 這麼小的書桌 睡在書桌上 怎麼睡 怎麼只有上半身可以在書桌上 那等於是立佛啦 等一下 然後腳是在 腳是在書桌外面 放一張 我還有椅子 他腳是踩在椅子 這樣也可以 沒有辦法 這樣子 沒有 住了半年多 我就換到旁邊 一個比較大的雅房了 就這樣 那瑪莉歐 我的房東跟我是因為 生活息息相關嘛 16年 但是房東他就很可愛 也很可惜 因為 我們是共用衛浴設備 共用客廳 共用冰箱 共用洗衣機 可是你會吃蛋 我也會吃蛋 我買了雞蛋 我要煮泡麵幹嘛 我也是會用雞蛋 我的蛋跟你蛋 蛋長得一樣都白色的 對啊 然後他會在那個 他會拿便利貼那種 那種標籤 我叫瑪莉歐 可是我的本名是 普國根 他會寫 滿可愛的 亞洲營養麵條 我們都 普的香腸 普的麵 普的麵 對 然後他會分得很清楚 而且你剛剛說 房東偷A片 Toni A片 那個算什麼 普的A片 房東偷看我 跑皮兒 好 你真的跑 我真的有講過 因為我是住在後陽台 怎麼可能 我不要騙你 你怎麼不是在跑皮兒 我被兩個不同的房東 看我跑皮兒 他老人家走路都靜靜漫漫的 然後我們呢 我的床 前面放電視 門打開就是客廳 但是我後面是陽台 他面子就放後面 我真的不知道他看多久 跑 我要衝蜜蜜蜜 他送給你喔 他說這裡啦 他站在這樣子看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傻眼喔 他會幫你衝衛生 兩次 兩次啊 然後第二次 上一次是演員 第二次 奶奶穿個睡袍 他前跳往前頸喔 因為 沒有 因為我的床 後面就是窗戶啊 就是後陽台啊 是 而且我都不知道你站多久 你站多久都很慢 真的嗎 馬力歐 你不覺得他下次 習慣了 後來下次 哇靠六七個人 然後原來 爺爺奶奶有賣票 我們去那邊啊 這個房間 售票 劇名 普的蛋 普的蛋 我最巧 要來我家 他普的蛋 我最巧的一次是喝醉了 早上我有夢遊 有一次玩下去 我會夢遊 我是裸碎的 全身脫光我出去耶 去哪 我住在公寓四樓 我出門 一出門 我就醒了 去到樓下 沒有 在出門口 還沒下去 我就說 怎麼會這樣 我就按門鈴 然後爺爺開門 爺爺又這樣子 你怎麼都不穿衣服了 進來進來 我最感冒的 感冒 他放錯重點 你感冒的 放錯 你感冒的 你這樣會變激動鳥 對 好笑 我這個 你們看到都是無形的 對 我的是有形的 又來了 一樣是那 一樣是那一對 爺爺 16年 因為憲哥你很了解我 因為我入行21年 今年第21年 我打了15年的工 都在夜店 酒吧打工 打工一定是大概3 4點 才回到家 喝了酒肚子會餓 我就拿 土土的麵 那個廚房 就小廚房 老公一小廚房 那個門 進廚房的門 大概就在這個地方 藍色這個 他會 因為我一回來 他一定是知道我回來了 對 他就是用沒有出聲音的步伐 到門口 飄過來 對 他會來 他是關心你 他一樣穿著那件長的睡袍 又來了 對 我在那邊煮啊 弄啊 一躺 你那個是會嚇死的 我是說真的 對 你那個時候是不會好笑 因為你一位 那時候是不會好笑的 不是 爺爺 奶奶 補得蛋掉了 對 然後呢 如果說你只關心說 你的豬棉啊 好 那就回去 對 他 就是在 他就在旁邊這樣看著你 又在眼 又在眼 看著我 看著我滷面 那我就覺得好看好 好像是說怕我大概 他大概怕我瓦子忘了關 怕我沒有弄乾淨 因為他們很愛乾淨 這就OK 算了 我洗澡 那我當然吃完也 弄個煙味幹嘛 我洗澡 他停 他也在門口停 你出來 那個嬰兒就在那邊看著你 那是欲言又止 他就是 最後一次問了 那你怎麼晚回來 今天又要跑票嗎 在等就對了 在等啦 在等 不要太冷了啦 在預約啦 在等啦 因為他有售票嘛 一天不開就跑票 摩水不遭交 摩水不遭呢 摩水不遭呢 摩水錢的娛樂 所以他就是 他靜靜的站在後面 然後看著你 然後我就煮 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我煮完 我的房間沒有電視 我只能用公用的電視 那個是我唯一可以自由的 我就開個電視看 他們也沒有地視台 那就是台視 中視 華視 公視 那我吃 你可以繼續睡嘛 他又轉就轉過來 你給我再看 但是我說真的 其實我 習慣了 你只要習慣 你就說爺爺 那你先去睡 然後他就 好 就進去了 還要勸他 沒得看了 就是這麼妙 很可愛的回憶 其實我覺得我們只是 食運不济 運氣不好 真的嗎 他們是含電湯池 他們是含金湯池 電湯池很危險 我含著會吃 他王電湯池 是有機會 所以我們如果說今天 我們要是情況好 我們也當然是希望 可以有自己的方式 是沒有錯 只是食運不济 你會介意你一邊講話 我一邊吃蛋糕 反正我們講的 你也沒有在聽 我在聽 我認真在聽 那個時候其實說真的 你們打的功 你們 也會比我辛苦 你會比我辛苦 退下去 再講 沒有 勇敢 勇敢 對 今天來這裡讓人家找你 對 你不要再找你 沒有 我們就是 我們其實我們也是辛苦 只是沒有那個好的運氣 那個時候為了要上一個通告 那時候剛出道通告少得可憐 我記得憲哥那時候有一個節目 就是好像是我猜吧 他棚內有分棚內跟棚外 然後你就大節目 怎麼說 然後就是棚內有來過 對 沒錯 好可愛 我猜耶 那個 對 憲哥這樣含我還是很清楚 你真的好適合眼尖穿喝火的 你這樣還是很清楚 問題是那個時候是 我是你的人 對 然後可能就硬塞 硬塞 你的人 硬塞 你簽 憲哥那時候那麼糊塗 不是 他在我公司是擔任司機的工作 真的 憲哥不要講 擔任司機 他開不到兩次車 因為我沒有駕照 蛤 那你剛剛沒有駕駛 蛤 這個王八蛋說要來當我的司機 我就用了嘛 對 有時候 司機來 開開車 我還給滿多 一個月給四萬 四萬五千塊 四萬五 他把我給駕照 你們良心默默看 四萬五是二十幾年前的 因為 憲哥對我是沒話講 他那個時候我剛簽進去 我說 憲哥其實我有一份固定的工作 他說那你一個月多少 我說一個月五萬 哎呀 那我憲哥沒有辦法給那麼多 四萬五 我們 你前半年 你賺不到四萬五 我給到四萬五 公司 只有我這個藝人 是 只有我這個藝人是這樣 其他都是要靠自己 我記得在中視錄影 然後憲哥錄完 我就幫憲哥背著書包 他拿鑰匙說 MARIO 來 那個車把我開過來 我就說 憲哥 我站在那邊 寒風中 什麼 什麼 臉部充絮 淚水快要躲框而沖 你不可以塞車 這樣你的意思 就說我愛去塞車來塞你囉 然後憲哥那個車是S600 對啊 全台灣只有三部 我 BURBS改裝的 憲哥就說 哎呀 你看你都胡說八道什麼 誰S600 那一部車要六七百 我是S7300 更高中 可以說那個 那一台可以買三台S600 好 不是這麼便宜嗎 我還是坐過來這一邊吧 等一下 空氣比較清晰 怎麼了 沒事了 沒事了 你這樣掉下去了啦 你這有錢人的 怎麼這麼軟的 軟的 順了 回來了 OK 你講我認真聽 在哪一個 那個時候就對憲哥很抱歉 因為我真的 因為公司分配我的工作 就是當憲哥鑄條鑄 你今天跟著憲哥學 憲哥也沒有聲音說 我開這個車 沒有幾個人敢開 所以你今天 然後我還坐後面 然後憲哥 憲哥 你超乖的 然後憲哥就說 嘿 瑪莉歐來坐旁邊 然後還開一開就說 瑪莉歐我們去吃個宵夜好不好 我說好好好 我們去吃那個什麼肉粽王什麼 到時候憲哥就說 你先下去 我去停車 你先下去 你先下去 憲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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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六福磚要跳水 一個高台跳水 跳那個水 七千塊 可是我不會游泳 我不會游泳 有生命耶 硬跳 可是問題就是這個單位說 瑪莉歐你不要怕 下面有救生員 就是你不可能馬上就一下去 一過水 啊 死了 不可能那麼快嘛 你會這樣 有時候會蠻強的 快 我就會跳 然後他說 瑪莉歐你不要勉強 如果真的不敢 就不要跳 因為有四個人 我前面是馬國賢 我排第四個 然後到馬國賢 馬國賢真的不敢跳 他就說 那我不行 不能跳 然後這段我過來說 馬哥 你現在是一定要跳 我們四個人裡面 不可能兩個不跳 我就硬著頭皮下去 對 然後就是為了要賺這個錢 還有我打的工 比他們這些人 全部的人加起來還要多 我也是這樣辛苦 但是問題就不得志了 沒有辦法向他們揮霍 買三棟房子 你手上有一座金鐘獎 金鐘獎算什麼 那個 那個沒有辦法帶來 要不然來實質的 要不要還我來 我來講 我來講 對 這個希望真的帶來實質的 我們要生活 我們不能說 去吃麵吃飯 帶一個獎座 老闆來 大碗牛肉麵 我有金鐘獎 然後老闆說 總共120 先結帳 老闆 看到沒有 金鐘獎 還是要120 對 真的 所以沒辦法 我們要喝些飯 我們要喝點 小學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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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